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送进旁边女人的碗里 宋清晨原本是很享受这份待遇 可听到他们的对话 他就无法再享受下去了 为什么 小包子很是好奇的样子 你妈要是像你这样还能有人要吗 谁敢要吗 土粉吃货 小包子眨巴眨巴眼睛 把鼻的意思是说 我以后就没有人要了 他这理解能力还不是一般的强大 等你长得像你妈妈这么大 如果你还这样的话 可能就危险了 宋清晨瞪他一眼 小包子小脸拉着 危险地警报着 他已经要生气了 不过 转而他又变得没事人一样 塞了一个瞎人进嘴里 没关系啊 反正我现在已经有两个小妹妹了 打不聊以后就委屈一点 这两个小妹妹玩好了 你哪来的两个小妹妹 宋清晨奇怪 他知道的不就是星月肚子里的那一个吗 其实也是小包子自己瞎说的 硬是说星月肚子里怀的是小妹妹 所以他就一直认为是小妹妹 陆阿姨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啊 不许胡说八道 你陆阿姨那天被你弄得尴尬得很 想起小包子的口无遮拦 宋清晨就苦恼得很 幸亏陆秦跟陆又玲结婚了 不然小包子说出那样的话 那就更尴尬了 好吧 可是我可没有胡说八道 小包子就是听说陆阿姨是警察叔叔的老婆 为了可以看一眼真枪实弹 所以就讨好一下人家 不过 他当然不会说出来了 反正讨好人家又不犯法 吃了饭 宋清晨就让孩子将床上那堆玩具给收纳起来 孩子要睡午觉 他想 纪正婷也应该需要睡个午觉 这些天 纪正婷都没有离开过医院 虽说跟他睡在一起 但是纪正婷还要顾着工作 比他辛苦很多 孩子进去收拾东西 宋清晨就在外面收拾桌子 不过孩子进去之后 纪正婷就把他拉了过来 宋清晨以为他有事 怎么了 你怎么想的 宋清晨显然是没明白他的问意 什么怎么想的 一上午 孩子奶奶和太奶奶就一直打电话再问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 宋清晨其实也没当回事 不过纪正婷显然是当回事了 确切地说 他们家当回事了 我都听你的 宋清晨握着纪正婷的手 说道 而且 纪正婷不接他和孩子回去 他也不能带着孩子去赖着他 要跟他回去呀 纪正婷没想到 宋清晨会这么回答自己 他原以为 宋清晨还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显然 是他想多了 纪正婷突然发现 小孩也不是小孩了 如今是一个 能为他着想的成熟小女人了 谢谢你 还能给我这个照顾你的机会 这句话这个时候说出来 无疑是最合适的 宋清晨笑了 将他抱住 靠在他胸口 听着他有力的心跳声 感觉这个世界 如此美好 所以 瑜伽的很多年 季先生 可能要费心了 我很荣幸 我很荣幸 季正婷拥着他 宋清晨轻轻地笑了 季正婷将他从怀里 退出来一寸 看着他 郑重地开口 关于结婚的事 我要跟你说声抱歉 阿姨都跟我说了 你当时的处境 说实话 一开始知道的时候 是有点生气的 但是后来知道 季先生不会写那三个字 也就没那么生气了 因为知道他们并没有离婚 所以也不担心 那场婚礼会成 当初知道季正婷 不会写那三个字的时候 宋清晨的内心 其实是开心的 所以 就跑去跟人家登记了 你都要跟女人结婚了 而且还声势浩大的 对外宣布 我干嘛不找人结婚 我不仅要结婚 而且我还要比你先结 宋清晨赌气地说道 不过他当时 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季正婷看他赌气的样子 又好气又好笑 没有等来我的阻止 是不是很失望 宋清晨眼底 天上一层黯然 当时何止是失望 是绝望 好在 现在已经雨过天晴了 就让那些不开心的 都过去吧 宋清晨将话题岔开 对了 我这边房子还没到期 有些东西 我打算先放在这里 而且 这边离上班也很近 要是遇到刮风下雨什么的 我可以就近住在这里 季太太 你完全不用搬走 想住多久都可以 因为这套公寓 现在是你老公的 宋清晨懵了一瞬后 感觉自己 好像中套了 季先生 你这是从一开始 就在下套让我钻吗 错 这套公寓是半个月之前刚买的 绝对没有半点对你下套的意思 其实 他真正决定买下这里的时候 是他们在这里 有过亲密关系之后决定的 有他们爱的痕迹 直接买入 你买这种小公寓干嘛 宋清晨实在是搞不懂他 家里别墅就那么多套 根本住不过来 他是闲得慌吗 还买这种小公寓 季先生跟老婆恩爱过的地方 都得成为纪念 季正廷杨纯坏坏地笑道 宋清晨的脸上 飞上一层红霞 娇撑他 季先生 你真的很任性啊 嗯 季先生有钱 宋清晨真的无语了 好了 我要说说东西了 你自己玩去吧 说吧 又开始收拾桌上 刚才收拾到一半的东西 季正廷严重感觉到 自己被他当大包子对待了 居然叫他自己玩去吧 不过这话 倒是挺重听的 他看着宋清晨 收拾家务的样子 看着看着 就看入迷了 宋清晨收拾好 准备将垃圾送到门外时 转身 发现他还在 你怎么还站在这里啊 不就睡一会儿 想抱着你睡 季正廷把他拉过来 双手圈在他腰上 你别闹 我手里是垃圾 宋清晨从他怀里挪出来 季正廷就松手放开了他 宋清晨冲他凑了一下鼻子 哼 我去把垃圾扔一下 季正廷没拦着 只是认为 宋清晨这是答应 被他抱着睡了 敌物 子